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8月29号 欢迎来到方的言 我是方砖 咱们今天讲一个眼下特别火的 全文都在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 就是中国人在澳大利亚丢了大人了 为什么 好好的人不当 他要当公贼 这件事情不仅伤害了本地的 澳大利亚华人的脸面 他的利益 他的口碑 更重要的是 在全世界唤起了一个共同的记忆 就是1884年美国的排华法案 这两件事情 其实它内部有非常深刻的联系 很多中国的粉红一直说 1884年排华法案是美国如何如何 恶意针对中国 我今天把那1884排华法案里边 之前许给大家 我们要刨棍问顶 跟今天事情我们联系在一起 我先提前在节目前告诉你们 这两个事情本质是一样的 中国的这次的澳洲的这些中国司机 他们不当人 他当公贼 这次给中国人丢的脸 比油头加上铁头 再加上之前在美国 是吧 扫口罩 让美国人没口罩 可用那位华人大姐 比他们仨加在一起 给中国人丢脸 给华人丢脸 丢的还要多 并不是造成多大的损失和影响 而是造成的性质之恶劣 这个恶之深 它是浸透了一部分 国人的骨髓的 所以今天我尽量剪短 但是我给你掰开了 揉碎了 我给你打破 杀光问到底 从最根出 我们揪出这些人的劣根性 和这个问题的恶劣程度 好吗 废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主题 好 那怎么回事呢 首先我们先三言两语 交道一下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 这件事情的起因是 澳大利亚本地的 它的出租车 打车服务竞争 愈发的激烈 著名的品牌Uber 宣布下调了Uber司机 他们的收入分成的百分比 这就导致了一些司机 本来可以正常支付账单 他们的生活水平受到下降 而且导致一部分的财产损失 所以这些司机约定好 在周一的晚上 听好了 周一的晚上 五点到七点这个时间段 在他们当时是哪 而是悉尼机场抗议 这个时间我们罢工 其他时间 咱们还是该接单接单 因为很多人都要养家 说全罢工不现实 我们初步的先让Uber官方 认识到我们的重要性 我们先举行一个小型的罢工 这个机场地区晚上是最繁忙的 我们不接单了 你的数据一下子下来了 你见到我们的力量 就把公司给我们调回去 这样的话 我们双方都好 这是西方的一个常见的日常的斗争环节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拉眼睛来了 这些年有很多人移民澳洲 那么在当地也有很多很多的华人 但是很多华人开Uber司机 这次抗议游行 或者说这机场门口的抗议 只来了三个华人 只有三名华人司机来到现场 支持Uber司机兄弟们的这样的抗议 所以这个事情引发了当地的很大的震动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是来支持的人少 这个大家如果说抗议有效的话 如果Uber司机 Uber司机公司调回去了这个事情之后 那些没来的人 他们是坐享其成 所以只有三个中国人来 而中国人大量的开Uber 这本身就丢人 第二件事 那些没来的人 他们不仅说 说我不来 但我在家里行不行 也不 我不来 我还疯狂接单 我接完单 我还在各微信群里面晒 这帮白人老外 傻 有单不接 抗议有什么用 还是我接单爽 别人去抗议了 别人去罢工了 你在这 成了 坐享其成 输了 你还能疯狂的刷单 这种行为 用澳大利亚本地人的话说 说这种行为跟老鼠有什么区别 用中国人的话说 就是狗 OK 就这个意思 所以这些事情 现在在海外的悉尼圈 我看了一下他们很多的评论 包括一些群 一些论坛 吵得是沸沸烟烟烟烟的 这件事情 它的丢人之处 或者说最恶心的地方 在于 中国人 他的嘴脸 中国人 作为公贼的这个形象 似乎在澳大利亚人心中 就越发的怎么样 根深底部 公贼 观众朋友 有没有人知道公贼是什么 共产党统治下 可能很久没有出现这个词了 但是在以前 在共产主义早期 你去查一下党史 或者你查一下 马列主义的历史 在西方斗争的时候 为了跟资本家抗争 工人们经常采用 罢工的形式 团结就是力量 这力量是铁 这力量是钢 对 你得团结 但是如果你 你这罢工了 饿着肚子也要抗争 那边有一帮狗 去给企业家干活去 你的工就罢不成 这些人就叫做公贼 是要群起而诛之的 那现在中国人 澳大利亚的中国人 和澳大利亚相当一部分的中国人 就堂而皇之的 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的 而且认为自己很有道理的 当上了这个公贼 所以据这个悉尼本地的 一个华人车主 说他的收入自从降价之后 有的车程没有影响 或影响比较小 有的影响大的车程 收入少了30% 原本比如跑一个40多块钱的 40多刀的这个单子 最后拿到手 少了16刀 他说这我拿什么去养家糊口 我拿什么去支付 这个生活成本 对不对 我现在一天跑13个小时 已经是没有再往上的空间了 你还砍我的单价 我怎么养活老婆的孩子 怎么养活家人 这个问题非常现实 然后呢 有一个在这个什么哪 布里斯班 这个澳大利亚的 一名姓吴的乌尔斯基 告诉媒体 我当公贼 那意思就是说 有理 为什么呢 说我不看好这些人的罢工 你罢工没有用 所以我就不参加 这个道理听起来 好像也有一点点意思 有一点道理 我给您详细展开一下 咱们就记住今天的重点了 我认为罢工没有道理 所以我就不去罢工 听起来好像合理 但问题是 他的道理 我给你阐述一下 他说 这些现在是因为市场竞争太激烈 所以现在唯一的途径 不是罢工 而是卷 挤走一些新手司机 挤走一些开车技术不好的司机 他们干不下去了 所以我们担架就回升了 就能活下来 这个理论就特别的有中国特色 就中国人的味一下就出来了 就是卷 西方人的思路 咱们对比一下 这个吴先生 吴斯基 他的说法对还是不对 也许从他的角度来说 他认为是对的 毕竟这个市场就这么大 需要打车的人就多 所以僧多则粥少 把一部的和尚赶出去 我们不就能吃饱了吗 但是这个是中式思维 就中国人在奴役下养成了惯性思维 就是上面不能动 给我们多少粥 我们就多少粥 所以僧多粥少 赶走僧人 我们粥就能多 你为什么不想着说把粥做大呢 为什么不上面把粥做多呢 对不对 在利益分配面前 这个Uber司机 这个整个企业 分配给司机的利润 占比为什么不能增加呢 公司为什么不能投入更多的成本 更多的设施 让他的服务更好呢 竞争赢其他那些公司呢 对吧 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 不同的这个层级和不同的思路 中国人就是这边只知道卷 不光是卷工资 还可以卷生活水平 那边说本来开一个Uber 原本中国人没那么多移民的时候 开这么一个行业 开这么一个公司 开这么一个工作 我可以养活一家人 基本维持一个中等线水平的生活 我的孩子也能上学 也能穿得起新衣服 也能吃得起好吃的 现在卷是吧 我们家一天就吃一顿饭 我还是能活 没关系 我能卷 这种卷 就说白了 跟那个老鼠动力的老鼠互相卷 有什么区别 难怪外国人看不起 对不对 我在太平洋彼岸 我觉得这些中国人 他们的想法也是非常有问题的 不从源头出发 而是上面给什么 我先接受 然后我们自己内部在斗 这不就是最low的那种思维吗 难听话我不想说了 那种思维吗 反过来咱们再说企业运营 有人说你说的不对 Uber已经很难了 我跟大家讲 一个文明国家 你知道它之所以称为文明国家 就是民众的力量 可以通过和平的通道和对话途径 跟政府达成一致 最后通过法律来保护 我给你举个例子 这个行业有竞争 哪个行业没有竞争 没有竞争就会死 对吧 所以竞争是正当的没问题 但是如果说 现在有很多的打车服务软件 进入澳洲 让澳洲的本地的公司活不下去的话 或者原本运行活不下去的话 那么相关人员通过罢工 这是一种社会压力 那么传到给公司领导 公司领导就会应该向社会反应 或者是向政府反应 我们怀疑有些企业 他们面临不当竞争 比如说滴滴 有没有出现一些 跟以前在国内玩的那样的 额外的补贴 被滴滴的交易 公开账目给我们查 让我们知道 它没有不正当竞争 然后我们公司之间 如果能做到同样的水平 然后同样的服务还没有不正当竞争 没有背后的补贴 那我们输了任 要不然的话 咱们就当面对面股 正面对刚 比谁给刺激的服务好 比谁的路程 软件 运行 规划 算法 反正你们去杀呗 你们去拼呗 司机是和乘客是乐到好处的 这才是一个国家的公司 运营能够越来越完善 如果按照中国人的逻辑 这么玩下去的话 一个国家很快 原本不是封建地制的 也会变成内卷 卷回封建地制国家 为什么 因为上层给你多少肉 给你多少粥 你就认可了 然后不去抗争上层 而在自己内斗 最后上层说 我养的条狗真好 又能跑 又吃的少 你给上层灌出毛病了 甚至有一些人 有一些奴隶主 有一些上层的贵族 他为什么那么喜欢奴役下层 甚至就是被一些这样的人 灌出来的 奴性 死性不改 所以为什么我提到 开篇上提到当年排华法案 当年在现在的中国国内 一说排华法案 就是美国资本家 看不起中国人 针对中国人 其实这话就只有粉红在传 但凡长点脑子的中国人 都明白这话不现实 为什么 美国资本家 在那个时期 劳动什么的 不那么健全的时候 美国资本家最喜欢的 就是华人工人了 你自己想想 对吧 他其他的黑人工人 印度义工人 墨西哥义的 反正其他地方 那些人 哪个比华人劳工勤劳肯干 哪个比华人劳工 对吧 要求的这个少 没有 那个时期到美国的华人劳工 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 他不需要养家糊口 他挣个点钱 他还寄回国内去 所以他只需要维持 自己的温饱就可以了 所以在工资上人家没要求 多低都可以 所以中国人又比较聪明 是吧 又比较勤劳 要的又少 又能吃苦耐劳 你说这样的好韭菜 好罗马 好牛马 哪里去找 所以美国资本家 对中国人没意见 懂吗 真正当年促成这个排华法案的 除了政治原因的 以后我们展开再说 那个更复杂了 那涉及到国运 涉及到国家政治 国家意识形态的差别 咱们先不展开说的那部分 在另外一部分 民间的推动力 很多就是非洲裔黑人 墨西哥人 和其他的什么 爱尔兰人等等 那些人 巴不得中国人赶紧滚出去 为什么 人家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中国人特别喜欢当公贼 我们抗争 我们罢工 我们聚集 我们要自己的权利 我们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 中国人不干 中国人不仅不参加 反而去当公贼 就偷偷赚钱去 你以为早期美国的工人生活 就天生 就是美国资本家都傻 都那么大善人 就是自己不赚钱 把钱给工人 是吗 不是 美国一开始的工人 过得也是狗一样 辛辛苦苦工作 被剥削 是人家一步一步抗争 一步一步奋斗 一步一步罢工 到了今天 虽然今天的一些左派运动 甚至一些极左运动 导致了美国的用工成本升高 但是 另一方面 用工成本升高 代表的是工人的生活水平 有一定的保证 一个蓝领 以前 至少说以前 美国没有现在这么乱的时候 能够堂堂正正养活自己的 两个孩子 三个孩子 一个老婆 这就是了不起的制度 了不起的变化 对不对 把钱从资本家兜中掏出来 哪怕最后有一部分 资本家为了多赚钱 涨价 变相的贪薄 这个生活成本到民间 但是中间有一个缓冲 人民的生活也好很多 对不对 这是正常的 所以人家美国人 抗争了多少代 有今天待遇 你中国人来了就享受 来了就卷 哎呦 别人灌孩子 你灌主子 见不见呢 真的问问这个问题 见不见 所以这件事情 真的 我百分之百的支持那些 去了抗议 虽然只有三个人 去了抗议的乌尔斯基 这些人才是华人的榜样 敢于参与这样的活动 敢于跟资本家去抗争 我们要更多的权利 你利润划分 凭什么你们资本家赚的大头 完了以后我们都活不下去了 我们不是不努力不辛苦 我们一天开13小时就很辛苦了 你为什么不能多分担一些给我们 分润一些给我们 对吧 或者你公司 你自己多投入一些成本设施 怎么把你的Uber做得更好 把别的人给击垮 为什么不是你击垮别人 而不是别人把你击垮 对吧 等等 他这个问题就大了去了 所以底层你先不支持 人家上层就更加没有动力说 去花钱 去游说政府 去什么什么 澳洲的政治政策制度跟美国 好像不一样 但我不管了 我不熟悉 反正 但是也是民主制度 对吧 通过选举里边的一些资金 一些运作 去争取自己的权利 人家说了 你下面这么狗 你下面这么贱 你这么自觉 那我为什么还要去替你抗争呢 你自己不是已经调节好了吗 所以说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中国人在海外 真的也分两派 我把国内的正常人 和国内的粉色幼虫们 分成两派 现在看来 出来的人里边 不光是正常人出来 也有一些幼虫跟着出来了 出了之后 也带出了很多的劣根性 澳洲我不熟 美国我熟啊 对吧 美国那个华人街 你去看看 我去美国 如果我去华人餐馆吃饭 我从来不去华人那个当趟 不去华人街 我去过一次就够了 我去一些口碑好的华人餐厅 我都是去别的地方的 不去那个中国城 因为那个中国城太脏 太乱 太卷 我不敢去 我去那地方吃饭 我感觉我跟回国吃饭是一样的 那个油 那个食物 我都不放心 就是这个道理 你但凡去过 咱比远的不说 纽约那边的华人街 甚至咱们看过视频 有些朋友 你现在就在美国 对不对 你如果去过纽约的那个华人街 那个他们本 就是这个曼哈顿岛上的那个华人街 你自己看看 那个地方好看吗 那地方干净吗 他往上随便找一找当地的图片 你自己看看 简直令人疯狂 对吗 这就是华人的内卷 自己害自己 自己坑自己 1884年坑出一个排华法案 还不满足 今天再把这个恶习又带到了澳大利亚 你想要坑死多少华人 有一些人 真的像蝗虫一样 他们飞到海外来 掠夺一圈 不光掠夺经济 掠夺利益 还掠夺口碑 掠夺了过去很多正直的 有品格 有素质 有道德的华人 给当地留下了好印象 这些人才是真真正正 让别人看不起 应该抵制的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真的希望 把这些垃圾的这些中国人 扔回中国去 然后把中国那些优秀的 正常的中国人 把他们换出来 那才是真正的让中国人 在世界面前 把腰杆挺直的 否则的话 虽然说是说 中国人和这什么什么分开 是吧 但是真正的在日常生活当中 哪能分得那么开呢 对不对 一个族群 有这么一大堆往下坠着的人 在背后给你拖后腿 给你这 给你这抹黑 其他中国人做的多好 都是圣人 也背不过来 这些货色 对你造成的影响和败坏 是不是这道理 所以今天呢 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澳大利亚 这个公贼的事情 我觉得真的很感慨 1884年 1984年 到现在 一百快 快一百五十年过去了 对吧 差不多 快一百四十年 一百四十六年 对 快一百五十年过去了 两个多甲子 中国人居然还是这个尿性 真是挺让人觉得悲哀的 好吗 真的挺让人悲哀的 好了 今天话题来到这里 对于本期内容 有点刺激 肯定很多人骂我 没关系 我希望明示里的朋友们 明示里的观众们们 都应该明白我在说什么 我到底站在哪边 我到底为谁好 好了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